每个个案如果不是因为新闻露出 你会觉得这是个人健康问题 保龄茶室爆发前所未有的死安中毒事件 卫福部长薛瑞源到立院被询 再度成了众死之地 有检验方法吗 有检验方法吗 目前的话是要看检验什么东西 因为目前还不知道 只是到底是什么毒 酿成两死五命危 如今也还在厘清 卫福部召开专家会议 研判事故原因 由于保龄中毒案都集中在3月19到23号 全部都吃了炒果条 怀疑米酵菌酸脱不了关系 食物中毒的可能性的话是 有三个大类 大概比较不偏向是第一类的维生物的 卫福部专家列出三大源头 包括维生物像是诺罗病毒等等 这是最常见的食物中毒种类 再来是内生性毒素 也就是毒素出自食材 而外来毒素代表人为加入 这个当然都不排除了 卫福部高度怀疑的米酵菌酸 国际上最知名案例之一 就是2020年黑龙江发生的 一加12口九死悲剧 在自制的酸汤籽中 验出高浓度的米酵菌酸 这种目前上医学上是无解 因为你就算用叶克膜也救不回来 细胞是完全缺氧而死的状态 然后肝肾细胞因为耗氧量大 会第一个先受害 在台湾没有发生过 所以目前我们正在跟国外定这个标准品 卫福部定的标准品 预计下周抵达 希望这起重大食物中毒案件 真相早日水落石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